你經常覺得問題太複雜 可能只是你還未找對方法 為未來做好準備 野人家庭 正在等你… 正在等你… 正在等你 正在等你 我在野人老師裡 做大地小學的校長 用一種無謂意志 跟大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教育方式 教育小朋友 誰想試 我想試… 有一個兒子叫李伯 劇中我的角色叫李伯 想八卦、想補英文的 找我理想 就很想用他補習天王的理念 幫爸爸把大地小學吸引更多學生 加入大地小學 我把我們自然教的精神發揮到最大 來,乾杯 乾杯 乾杯 校長, 你說真的嗎 我的角色是中神光 大地小學裡的一個比較資深的老師 他可以很兇 但他以為小孩 就像一隻無雞保護小雞 就是這樣 我飾演的角色叫顏家洞 想補數學的 找顏老師 他有點被動 他很多事情都很小心 不算是一個很厲害的領導 但是一個很好的支持人的角色 荷滿藝的角色 就是一個中文科的補習天后 不過後來因為小孩 以及因為家庭的原因 他選擇了一個家庭主婦 沒事的,調整就來了 其實我們並不認為補習是教育 你補習其實不是為了學習 只是為了過關 教育到底是一個群體 然後得到一個共識的合適 還是因材之外,我不懂 我去垃圾 齊一點 我去垃圾 為何他們要這麼說自己 繼續 我不想再考試了 但教育是全方位 即是可能你的人品 你的跟人相處合作的技巧等等 真的可以給予一個好的價值觀 去掃除一個更加好的人 因為其實大自然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給予我們一些很美好的東西 而且也是免費的 我的粒叫北斗星 他會為我們每一個人指路 不需要給物質包圍 我們才能得到快樂 再見… 我的大地小學 其實他的理念就是 希望小孩在大自然中 愉快中學習 喜歡教就教,不喜歡就玩 很自由的 但很希望他們從一些錯誤 和從一些經歷中學習做人 不用擁抱臉 天會安排 對身邊的事物都會有所珍惜 接受一些新事物 他的彈性會比較大 可能沒有對和錯 只不過是你想 你的小孩有甚麼方面的發展 而這套劇可以讓你知道 原來有多種選擇 是在家庭線上 焦點的 有很多東西 在家庭線上 大家跟家人上處的關係 你會否會輸 很容易會粗氣 又或是覺得自己的事適合 李校長,你還想玩多久 其實李世豪和阿威是很無聊 但其實他每做一件事 很想兒子學到一些東西 你懂得就懂得 你懂得不懂 我再舉10件事給你,你也懂得不懂 爸爸跟兒子的溝通 很難可以用口說出口 就像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人 回想Stanley本身的人 有機會我也是這樣傷害了家人 劇中的爸爸,錦生哥 我第一次見到他,我很害怕 你掃口這麼聰明 仔細這個原理,誰應該明白 家動與黃錦生爸爸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嚴父和兒子的關係 你這個性格不逼,你豈不是一匹爛泥 起碼不用無時無刻被人欺負 傾開,我這樣演,好嗎 當我踏出了這一步 她的臉口就好像融化了 雖然她做生意很厲害,但也挺孝順 冷風吹,浪雨血打 我小時候,我爸爸很早就病小了 也回味了一些父愛的感覺 其實原生家庭 很影響小朋友的發展和成長 你兒子是怎樣的 就從你的原生家庭給他甚麼意見 印象最深刻的是唐滿怡 他終於想為自己踏出一步 恭喜你,踏出人生第一步 他嘗試一些無論是新的工作 新的戀情 但可能會因此忽略了獻 你覺得我爸爸會否遭到你媽媽 很難說 小朋友很敏感 這個忽略就可能鑄成了大錯 我怎樣冷靜 我的兒子不見了 連做爸爸最基本的贊入你也做不到 我覺得那場戲拍得挺深刻 因為我真的很痛 不准這麼白日文,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跟譚詩合作 因為我認識了很多年 真的是中學同學 本身的信任度很高 這種信任會幫助我們 交球給對方 甚至我扔他 要扔就扔多幾下 打,你學老師的手 打一打,打下去 而我跟她的感情線很樸索迷利 我沒有跟她… 最後是怎樣的,這就交給觀眾 你覺得很好玩嗎 實際的第二場戲 就是要跟GN三小辣追 但我第一次見她而已 好,Somane,你好 我們再來一次 顏家棟,加油 打敗你的對手 我敢說MIRROR裡 沒有人拍過這種感情戲 你可以嘗試做給粉絲 你說感動到我自己 其實不是我的 最感動到我的是蛋哥和他幾位朋友 他們以前的回憶 還有可能有時是面對生死的事 我們現在六十多歐了 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瀟灑點 我們慢慢來吧 就是這三個人 我們先找出這個氛圍氣 困了很多戲 我從小都覺得你比我承認 只有你,我承認了低威吧 大家的困 雖然是MIRROR 但其實我們預早知道我們將會這樣困 這樣才好玩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就是 有一組戲 都是要去一棵樹 那棵樹代表我 劇中是你小時候的老婆 我只有一棵樹在演戲 如果可以再選擇 我一定會選擇你 幾十歲人,不理會這些老人家 大地小學是… 因為牙醫的平房和很多樹 在一個操場,中間是沒有… 其實很難有風度 突然站著… 還是飛了出來 中暑了,一輩子都記得 明明不是雨季 不斷狂風暴雨 突然又落浴得這麼厲害 我又好像防蹄般不斷被蚊 現在已經好一點了 可否怕蚊爛蚊 一瞬間就行了? 一瞬間… 好 一瞬間就出去了 有東西躺在這裡,可以,挺好的 他去了另一邊 第一次,對不起 很疼,媽媽 這些都會咬的 這些音質很好吃的 是,我不想知道 別拍了,我會急救 彥家洞的角色是喜歡打油渡 我收到劇本說要打油渡 真的要打 Frankie為了這場戲 我記得其實他很早已經練油渡 兩至三個月就有渡 無用替身,打足全程 Frankie的努力程度和實力 應該是他真的到達 我先坐下 看看你如何調控 當你很簡態而已 粉絲覆了你,這次來的 第一次拍出肉招 我有八個地方嚴重擦傷 雙腳亡膠 回去看著拍攝,值得的… 當你拍得很辛苦,我看到小朋友在玩 你也不知道有時是很生氣還是好笑 我很渴望 你很渴望 你拍攝吧 為何這麼喜歡他 他真的好人 對,他很英俊 我會不自覺地不停看著彥犬 即使拍攝機,我也很想看 彥犬究竟在哪裡,在做甚麼 好像真的多了一個兒子 拍攝他就行了 我的樣子很醜 雖然好像很難控制 但我這九位小朋友 我經常都叫他們天才二通 又記了對白,又會走位 又知道鏡頭在哪裡 非常漂亮 好,顧著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看的 就是一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那段電影是我看的時候剪輯 即是剪輯,我都沒管 我看錯了… 頭中錯了… 頭中不對,你沒看錯 他根本知道我想要甚麼 好像很難拍 但因為有他而言 我們拍了兩、三次就拍完了 你以為小朋友不太理解 發生甚麼事 但原來又不去 我第一次跟小朋友一起拍劇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小朋友很真摯 他會把自己所有的東西給你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很可貴 因為原來人本身應該這麼純粹 這麼簡單 而因為那群小朋友的天垂 令那個故事沒有那麼多城市有煙味 其實我們也不是想說 傳統教育的不好 也不是想說自然教育有多好 甲之蜜桃,穴之屁相 會否在這個教學教育的模式中 我們還有另一個選擇 夠了,我要過去生日人生自由 我要告你 我相信家長看到 會有很多共鳴位 以及會想起 其實我們這樣跟小朋友之間 溝通和教育他們 是否正確這個方向 我覺得這部劇 有很多講求教學生 有很多講求學生教導師 其實經常我自己的懷孔很差勁 他們有時都會用小朋友的角度 告訴他們 各人拿著自己的理念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如何運用自己的理念 去做一些有意義的教育 在野人老師大地小學的最後結局 大家都要去看 我現在賣的關子 雙感,但是正確的 你看到它未必是一個好好的結局 但我覺得有些事都會被食怪 如果有一套劇 可以給小許的反思 或者小許的教育性給觀眾 是我們想做到的事 太好了… 一起學習 一起探索 一起重拾教育原來的快樂 10月3號晚,9時半 野人老師,我們在等你